新加坡体育理事会将斥资1200万元 设立体育关怀社区护理基金 让弱势群体有更多机会参与体育活动 预计到了2023年将有10万人受惠 记者徐永森报答 通过黑暗中对话 了解视觉障碍运动员的挑战 这是今年包容性体育节的节目之一 体育节希望提供更多机会 让体障人士接触体育运动 提升生活素质 也让大众了解怎么通过体育 建立更包容的社会 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阿富海燕 在活动上宣布成立体育关怀社区护理基金 帮助体障人士、低收入家庭 以及弱势的青年和年长者 基金将通过研发工作和助学金等方面 给予他们参与体育活动的机会